音樂和電影的熱誠 其實對於音樂和電影的熱誠 是來自於小朋友的時候 小時候看很多電影 聽很多歌都覺得很棒 很想嘗試做不做到 和很想知道做到的時候 那個感覺會是怎樣 去入演藝學院讀電影 然後在讀電影的同時 其實就一直夾樂隊 在電影編劇的世界裡 那時候學了很多東西 真的入行去做 去見識去跟場 很幸運 有機會可以參與一些演員的工作 做演出 就更加知道自己是真的很喜歡 那在這段時間裡 其實都是不斷去摸索去學習 永遠都是腦裡有些影像 或者有些音樂 有些聲音你很想實現出來 平衡音樂和電影 其實電影需要的時間會長很多 所以那樣東西是攤牆來做 那音樂就緊迫一些 有時候想到 那個由零開始做到完成品 那個時間反而短一些 在我的腦裡我覺得 音樂和畫面是分不開的 很多時候我作曲的時候 我腦裡可能已經有一些畫面 或者我去想電影劇本 或者去拍攝的時候 我的腦裡就會有一些音樂 電影這個藝術 我覺得是可以承載著音樂裡面的 有時候創作很難 在同一個密閉的空間裡做得太久 有車是真的可以 駕駛去一個 你想都沒有想過自己 會無緣無故去到的地方 可以獲得這些靈感 我最遠試過 有一次在大埔 然後駕駛出去赤柱 那是真的 腦子一直在想事 在車裡面聽歌 然後一邊看風景 駕駛 去到一個遠一點的地方 是會啟發到一些靈感 其實中間一定會有 上戲裡的時刻 試過做編劇的時候 就是因為不斷要改 然後很迷失改變的時候 試過和朋友抱著哭 然後我們究竟為何要這樣做 我們在為甚麼做甚麼 又試過在樂隊上 真的做了很多作品出來 然後也沒有人去理解 甚至乎是做到一半首歌 然後又發現 咦?很不好 那怎麼辦呢? 當然現實上也有 錢、金錢上的難題 要去做兼職 Bang房被破壞 流水 又或者身邊一些人對你的批評 質疑你為甚麼選擇這條路 你應該怎樣做 那回到最後 當你自己平靜下來的時候 你再想清楚 哪件事是真正適合你 你再享受 你最想做到的 和相信自己的想法 相信自己的選擇是對的 現實世界裡 無論是有些現實問題 又或者是一些創作上的瓶頸 又或者是製作上的問題 你都衝破它